台南一名红系男子疑似不满女友分手之后 移情别恋 去年12月底挥刀砍杀业性情敌 随后湮灭证据 骑着对方的机车将人载到50公尺外点火烧车 这个月11号台南地院开辩论庭 嫌犯当庭解释自己没有故意杀人 尽管他向死者家属磕头 但检方表示嫌犯在案发之前 欲藏刀蟹还点火焚烧 认为没有叫化的可能 向法院求处死刑 头戴安全帽 男子被带往地检署 这名红系嫌犯涉嫌杀害情敌 逃亡三个多小时最终落网 这起凶杀案发生在去年12月底 台南科学园区 当时红系嫌犯疑似不满女友分手后 移情别恋 挥刀砍杀业性情敌 随后还阴灭证据 骑对方机车将人载到50公尺外点火烧车 当时是没有搞恶 他都分手了 日前检警进行解剖 发现死者背部七处刀伤 肋骨也有一处刀伤 但致死原因恐怕是骚火焚烧 这个月11号台南地院开辩论庭 嫌犯当庭解释自己没有杀人故意 谈判当下不满对方入骂 而会刺杀死者多刀 是因为带安全帽 不知道有没有攻击到对方 至于放火目的是毁损 嫌犯并当庭痛哭 向死者家属磕头 只不过死者家属不仅不接受 检方也表示男子屡次骚扰死者 案发前欲藏刀蟹 点火焚烧 手段比杀井凶手更凶残 认为嫌犯无教化可能 红信被告手段凶残 至今人物回忆 当庭向法院求出死刑 过不了感情观 嫌犯杀人放火 毁了自己跟别人的大好前程 如今不仅得为恶劣行为付出代价 死者家属也判司法能还回公道 借我黄步骑一谈报道